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本期节目由五岛酸奶提供奖品赞助 我们会从本期节目的评论区抽取五位听友 赠出价值100元的五岛希腊酸奶套装一份 希腊酸奶是一种使用锐乳清技术的酸奶 又被称为酸奶黄金 风靡于国际 比普通酸奶更营养更浓郁更美味 而五岛酸奶是希腊酸奶的代表 使用4倍生牛乳浓缩过滤 100%的生牛乳发酵 奶香十足 原生乳蛋白营养是普通酸奶的三倍 乃至像奶酪般浓厚 需要用勺吃 可以与麦片水果等搭配来DIY希腊酸奶碗 早餐代餐下午茶都可以使用 我们也为科技乱顿的听友们争取到了特别福利 如果你没有抽到奖 可以从节目详情里面 领取满149-30的优惠券 仅需要119块钱 就可以买到12杯100克的希腊酸奶 六种口味一次尝鲜 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乱顿 今天还是我们仨 今天给咱俩聊聊 刚刚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刚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聊 就是特斯拉刚搞的这个AI day 一般的AI day就类似于苹果发布会 算是 但是它会展示一些 它们的研发成果和黑科技 然后这次展示的有几个点 但其他点我觉得不太重要 或者是说我们觉得也就是 就那样吧 反正每年都在讲 就是所谓它FSD的这些升级 算法的优化 看上去还是特斯拉还要把摄像头方案 视觉方案一杆子走到底 看来还是这样 对 但是这次发布会我们比较关注的 或者我们觉得比较有讨论价值的 还是他们推出的新的原型的机器人 叫 叫晴天柱 大家都翻译成晴天柱 Optimus 发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算是一个原型 我觉得那个东西出来之后 看着还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这也符合特斯拉一贯的风格 我先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你们先看着 对吧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整厂发布会看下来 这个风格还挺特斯拉的 就是它把降低成本和量产放在手为 你看咱就对比之前的 大家就没事就能够刷的 那个非常黑科技视频的 那个叫波士顿动力 但是这个公司 13年被Google收了 然后又被有人收 反正一通卖 现在好像是卖给韩国的 现代集团了 我记得 但是他们是把这个机器人做的 不明觉厉 但是特别贵 他也希望说这个东西 能够做的便宜点 但是现在来看还是挺贵的 这个东西 从时间上讲 波士顿动力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但现在他其实唯一对外卖的 就是这个狗 对 就是那个狗 它那狗是不是开源的 因为我看国内做的狗 都长得跟它一样 那个狗 我最后看了 我没往里 我没往里写 七万五千美金一只 对 这个价格真买不起 是买不起 咱现在那些国产狗 是怎么弄的 那个好像是有个开源的狗 但跟那个波士顿动力的狗 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些开源技术 可以把它传出来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那你想 波士顿动力里边 它有一个狗 就是它拍的那些视频里 有个狗 有个人性机型 但人性机型到现在 也没有说 这个对外的一个 一个情况 它当时啊 波士顿动力去做这个东西 更多的是面向军用领域 就容易占地运输啊 等等这些东西 它那个网站有个FAQ 它写了还是说 就是相对来说 还是禁止使用的军用领域 我看了一眼 对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可能它那个 它觉得还是不够成熟 你也知道 这个演示板和你真的量产 它区别还是挺大的 对吧 再说你想一想 一个狗卖七万五千美金 那一个人得卖多少钱 对啊 而这个特斯拉做的 我觉得它就更倾向于 量产和这个轻量化嘛 而且它做的 这个机器人的体重 也很有意思 它就完全是一个 人类的重量 57公斤 1.73米的身高 1米73的身高 你看它就是一个人的 这个重量 而且还是相对 长得比较那个 周正的人的重量 是吧 可以买成人票 这个坐火车了 对吧 对 然后呢 像波士顿动力 那个机器人 我也查了 它好像是350 这个跟中的技术有关系 而且这次特斯拉 把所有的这个技能数 都点在了 这个机器人的手部动作上 而这个走的能够多稳当 或者怎么样 它其实我看起来 不是特别关注 因为它 我觉得特斯拉 在这个场景分析当中 它觉得走路 并不需要特别稳 在日常使用当中 只要你不倒 可能就行了 但是你做事 可能做事 中的主要还是手 需要稳定 或者是可容性更高一点 我觉得它的设计思路 都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跟波士顿动力 不太一样 它是完全电驱动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关节能活动的地 都是用电机来驱动的 而波士顿动力的那个东西 是液压驱动的 当然了 液压可以提供更大的扭矩 我知道液压劲大 但是电可能也不差 就是咱可以这么说 它肯定特斯拉这个不如液压 但是电的有一个好处 它维护成本低 你液压 在中国 老刚你开过挖掘机 是吧 你知道这个 挖掘机它漏油 我没本 谢谢 我没本 谢谢 它漏油这个事 你解决不了 液压这个维护成本 还是蛮高的 因为我之前在工厂 用这个液压劲 就通常就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电机没有这个问题 虽然它提供不了 这么大的力量 但是比人还是有劲的多 所以我觉得它更面向 像做了一个民用品的 这样一个能够量产 就像特斯拉的车一样 我能做的翩翩翩翩的 然后能量产 能普及 在量产和普及过程中 我在收集数据 在看看它能干啥 我觉得还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思路 它肯定是用了汽车相同的技术 所以它都是什么视觉 对吧 对 它应该复用了好多东西 对 我觉得它几个点 第一个 它的自由度要高 所谓的自由度 就是你有多少关节 能动到多少角度 这个叫自由度 它比波尔顿动力的机器人的自由度 要高的多 它有40个自由度 而波尔顿动力那机器人 只有28个自由度 所以这样的话 这机器人可能能做出动作 就会比较多 而且轻量化 模块化 这种设计 我觉得也会相对来讲 更有实际的使用价值 可以这么讲 还是一个民用产品 这个事 你说使用价值 我就必须上来泼冷水 我们可以系统的来说说 人性机器人和非人性机器人 说说这个事 你说的这个事 是领域内争议了几十年的事了 对 就是人性机器人的价值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人性机器人只有两个价值 咱也不能说它没价值 只有两个价值 一个价值就是 它可以复用人类用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你人能开车 为人设计的这东西 它不用改 直接这个机器人做 你就能开 这是一个工具复用 这是人性机器人的一个 这个第一个价值 第二个人性机器人的价值 就是吹牛逼的价值 就是看着摇摇晃晃 蹦出一机器人来 对吧 对 就是波士论动力 不就是典型的是 这样的一个公司吗 咱不知道 它的技术含量高不高 反正它时不时的是 会放出来视频来吹牛的 甚至还有模仿它的视频 做的假的视频 开始别人也以为是他们的 它是靠这个事来持续融资 然后推动这个前进的 所以这次马斯克 或者说这个 也不能说是特斯拉 但这不是特斯拉 反正就是马斯克 发布了一个机器人 很多评论家也问相同的问题 就是这个机器人的使用场景 它的use case到底是啥 你没想清楚这个 你光量产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看 它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再去挖掘 这个就是人型机器人并不实用 实用角度 你想机械手啊 什么扫地机型啊 这些东西 大家现在常用的东西 它都不是人型的 你弄一个人型的东西 跟这耍不一条处 把你们家扫完 这要花多少钱 你想想 还不是一个在地面爬来爬去 跟蟑螂一样的 但是人家效率高 我反对一点啊 你说那个扫地机 那不叫扫地机器人 对 你为了把这个人 这件事加上 那大家就对他的期待 就变成人型了 对吧 我是觉得啊 我同意某高老师这个观点 但是我不同意你的推论 就是确实专用的智能设备 它的效率更高 这个我同意 但是你还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还有大量的是需要 跟既有世界的东西来做偶合 给予他们一些能力的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的专用跟通用的区别 对 我觉得他做的是一个执行器 他为什么做成人型 我觉得这也可以很可以理解 比如说 咱举个例子吧 这个北美人家里都有个院子 这个院子呢 最头疼的事是什么 推那个除草机除那个草 对吧 那个草整了 不然这个北美群众 朝阳大妈就开始要举报你了 对吧 这个事其实是相当耗费体力的 现在他们怎么做 就只能去这个加毕德 买一个那个除草机 嘟嘟嘟嘟嘟嘟嘟 然后他推着嘟嘟嘟嘟嘟嘟走一圈 这个事呢 没钱的人呢 只能自己闷着头干 占这个几天的时间把这事干了 有钱的人呢 就雇个老莫 老莫你来干 对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这台除草机换了 换成一个智能除草机 他除了除草也干不了别的 可能一年也就拿软两回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 也能操作这个东西的机器人呢 跟你长差不多高 体重差不多 他也能踩在草上推这些东西走 那他是不是就能把你这个活干了呢 你省去了那顾老莫 而且同时这个机器人 今天除完草 明天还能给你干点别的 他不会说 今天我除完草 这机器人就堆仓库里就堆着了 我干不了别的 他可能是一个通用的执行机构 他为什么做成人形 是因为他能偶合 人能用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除草机啊 电钻啊 电锯 电锯 这个事 电锯惊魂了 你说到电锯 你说到电锯 我就想聊那个 那个恐怖谷那个事 就是 这事特有意思 就咱们之前那个 跟苗老师那次节目 好像聊哪个话题 好像是虚拟主播是吧 对对对 提了一个 他提了一个恐怖谷 但是咱们没没展开说 这事呢 因为这个恐怖谷 这其实 更常见的称呼叫诡异谷啊 是吗 这是不是港台说法 和那大陆说法的区别 有可能 不知道 就是他其实不是恐怖的意思 那个安堪利是奇怪的意思 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的一个谷 这个 这个之所以要在这聊呢 是因为这东西是机器人学家提的 他其实最早就想说机器人的事 这个跟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事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物件 如果越来越像人 你对他的好感 其实就会越来越亲近 对吧 比如说一砖头 你觉得他就是砖头 你给或者一石头 就是一石头 你给贴俩小眼睛 你就觉得有点灵气 这个其实会越来越亲近的 但是呢 到了某一个程度 他会有一个预值 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像人了 你反而就会觉得很恶心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 当这个东西特别像人 但他又不具有人的那些 特性或属性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个尸体 就人的潜意识里 会觉得他是个死人 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恶心 特别吓人 所以 他这个所谓的恐怖骨 这个骨是什么呢 就是那根曲线 就是你的亲近感 和他的与人的相似度 那个曲线会突然掉落一下 像一个山谷一样 当他更像人之后 这个又会 这个曲线又会爬上来 他只在那个骨里面 这个恐怖骨 对 但是很难爬上来 是因为 当这个东西变得十分像人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关注点 就是那么多细节 眼神啊 小表情啊 这些事又是特别难达到的 对于机器人来说 这个其实拿动画片的那个情况 说起来是比较容易解释的 动画片就很难说 做的跟真实拍摄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 就是成功的动画片 他都会用 比如说特别卡通的形象 就和人差别比较大的形象来演 这样人就不会让他直接掉那骨里 他可能在前边那个阶段 就会觉得很亲近 那这个事啊 这个事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有关注机器人的话 前两年有一个机器人叫索菲亚 啊 知道那个 那个一笑简直是你直起鸡皮疙的 那个 对 那个其实就是掉在骨底上不来的 那个感觉 就是说他确实非常拟人 但是你又明明知道 他不是真人 而且他的反应和真人有不同 所以你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僵尸 或者是一个死人 就会让人产生恐惧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 对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这个专家流派啊 在讲说机器人不要做的太像人 就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老龄化了 会有这种陪伴性的机器人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一个陪伴性的机器人 做的跟人一样 你就把人都吓 老人都吓死了 但是这个那个 毛高老师同学 我得反对一下 我们现在说的是人型机器人 还不是说你人机器人 哎 这两个东西啊 人型机器人的未来 肯定是为了你人啊 我 我觉得不一定啊 就像如果说他就只想让你 像你是个人型 能让他去用人的工具的话 这只要保持人型就够了 他不需要你人 他不需要做个脸 主要是 对 他可以没有脸 听到更可怕呢 最好连头也不要 那你也觉得会很可怕的 你想 人型然后没有头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一个特别黑的地方 你看见你一个 那个塑料衣架子 就那挂衣服那种 人型的 他没有头 其实要比 要比这个有头 要舒服一点 我觉得都挺吓人 但如果说一个还能动的衣架子 也更吓人 对 这是个问题 比如我现在考虑到 比如用特斯拉这机器人啊 咱 哎 让他晚上给我拿个东西进来 黑乌隆隆的 他 他推了门进来 端杯水 可能 会给我吓一跳 这个东西 你想啊 如果是那个 波士顿动力那狗 给你滴杯水 你可能觉得还好 对不对 但是一个 一个人型的东西 过来给你滴杯水 这东西可能还有俩眼睛 还冲你 邪魅一笑 这事就有点受不了了 这个你这 你这就是憋下话了 为什么会能冲你一笑呢 你他做的也是个执行器啊 还不是个AI呢 他主要得放广告嘛 那脸那应该是个屏幕是吧 对 或者是一个音频广告 对 我是觉得他做成人形 主要一个目的 我猜好 最近我也看到大家一些分析 我猜最合理的 就是说 他能够适配和偶合 现在人类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包括他这个体重和身高的设计 我觉得 比如上房 修个房顶 你说弄个300斤的机器人上去 这会发生什么 对吧 他肯定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人的工具 比如梯子 等等这些东西 机械 他都能用 我觉得是考虑这个 你说那个狗 你让他做一些通用的工作 我觉得还挺难的 那个是笨的狗能干嘛去做了 对狗能干嘛呢 狗也只能陪伴 放羊 他上面不是有一个机械手吗 那手还可以拿点东西呢 就是他没有办法适配人 就是这么自然的去适配人能适配的东西 比如刚才你举个例子 开车 当然这个有点远 肯定这现在实现不了 开车这件事 你让狗开 这不太可能吧 就是他能适配 现在物理世界当中 人能用的一切的工具 这个蛮重要的 我觉得 他的关键还是同一个机器人去适配 那当然了 如果允许大家各自有接口 其实没必要 搞成这么复杂 对 那将来会不会 比如说割草机的厂商 就做了一个插件 就可以放在这个机器人里 就能用他们家的割草机去割草了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真实社会 或者是正常的走向 肯定不是这样 这个成本太高了 正常的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嵌入室的 一个一个小的 就跟这个小米 米家这个小家电一样 就不会尝试弄个机器人 帮你去按开关去 对吧 你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组个网 你就可以控制了 但我觉得我们想要的 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场景 比如说 我想小狗 你练玩怎么来替我去 去替我去 怎么说 去遛狗 对啊 你说你怎么做 比如说 或者说 我现在正在做菜 我现在缺把 我想说这个 缺把菜 对 我想要的去 把我买点葱 在玩 你拿那个东西 怎么做 那不可能啊 机器人拿些手机 给河马打一电话 其实你看 还是有便宜的解决方案的 我们如果说 他假设啊 咱们说这个价 真的是两万美元往下 其实我觉得 有些人会考虑的 七万美元 才能买条狗 那就真算了 我也在想这个事 如果他降到两万美元以下 能干这么多事的话 我觉得还行 两万美元以下 我觉得啊 对于一些人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玩具的价格 还得能使用的 不能只是玩具 还得干点啥 你就像 对 你就像 比如说老高这种土豪 随便买辆车 买个跑车 或者是买个越野车 平时也不怎么开 就当个大玩具 这就是这价钱吗 对吧 在美国两万美金 也就是一辆车嘛 所以我要是买车 那真就是玩具了 但我是觉得 这个两万美金 也是他的一个期望 你还不一定 就能不能做到 还不知道 对吧 毕竟他其实 他去年发的是一个 是一个 去年发的是一个蓝图 今天发的是个原型 那可能明年 他才能有一个真正 比如说有个1.0的 量产的版本 我觉得这个东西 现在看上去 还很原型 就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类似什么呢 类似于乔布斯 当年刚拿出 iPhone初代时候的 甚至比那个 还要早 那个阶段 你记得iPhone初代 是什么状况 就是一切东西都没有 连应用市场都没有 你也没法 给他开发软件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说从初代 到3G 到3G S 到iPhone4 等于到了第四代 对 到了第四代的时候 才算是比较可用 我觉得你们想多了 这东西充其量 也就是个cybertruck 我觉得最近某个老师 就是充满着 技术悲观主义的色彩 我不是技术悲观主义 我是对马斯克悲观主义 我跟你讲 从哪开始呢 就是从cybertruck 从收购推特 这几件事 我觉得他就是在炒股 或者是造势 他时不时就要搞点事情 为了让这个自己 保持活跃度和曝光度 你说他是个网红吗 对 当然他也不能说他纯网红 他也有自己的实业嘛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是个网红行为 但我觉得说 这个推特的事 离他的主业远了点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一直兴起 没露入 但是我觉得 机器人这事 跟他的车 还算是有点关系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还是谨慎看好 这样一个方向的 咱们可以从互联网和软件工程的 发展往下看 大家都说 计算机的发明 软件技术的发明 其实取代了很多 人类重复的脑力工作 大量需要脑子在干的事 不需要了 计算机 软件 互联网就干了 解放了很大的一部分生产力 对吧 这个大家都同意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解放的 无非就是说 我需要去搬砖的这些事 就必须有一个人 去那给我干 对吧 干完了之后 这个事还没法自动干 对吧 就像问拉面馆老板 你们要客户端吗 对吧 我都说自己端 这事必须是人解决的一个事 必须需要人亲自去解决的事情 如果能够用某种通用化的 技术方案去解决 别管是机器人还是什么 是通用的 还是不同种 是人情还是非人 像我们不说 对吧 如果有一种某种通用技术 能把人的体力 重复的体力劳动 也解放出来一部分 其实挺好一个事 那体力劳动者干嘛去 喝西北风吗 那你就说的 就跟像那个收费站的收费员 喝不喝西北风 不止一个道理吗 那怎么办呢 收费员人少 搬砖的体力劳动者人非常多 就是你用自动化 把他们解决了 就是这个互联网 我们以前我忘了 有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了 就是互联网和自动化 其实它产生的一个间接效果 就是财富高度集中 对啊 这些低端劳动者 以前还可以做低端劳动 到以后呢 什么低端劳动都没有了 都机器人做了 你们这些人就自生自灭 那时候你会发现说 就跟现在原来没有送外卖的 这个行业是一样的 大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低端产业 去让人去干的 对 就是就更低了嘛 就是这个世界上下离的就更远了 你不能说低啊 你说外卖一个月 他真的去干活 他挣的也其实也不少 到时候你就看马路上都是这机器人 在那外边跑 没有人需要人来送外卖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些事呢 是需要人在里面操作的 就像我们家门口京东送货的机器人 说是机器人 其实后有人遥控是吧 对 机器人操作员 现在确实是据说有这个职业啊 所以这里我联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更深一步 就是所以咱们之前提到的 为人口红利论这件事情 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还存在吗 就是梁建章说那一堆理论还存在吗 是不是就刚才说那理论吗 都自动化了 消除中间商了 那本来应该做中间商的人 你看原来假设社会分三层啊 咱们简单看 生产者 中间商 消费者 然后呢 咱们现在动不动就 没有中间商转插价 把中间商消灭了 那中间商呢 要不然就当生产者 要不然当消费者 对吧 这个社会就变成很简单的二元了 那这个 就像劳动和资本家和劳动者 都慢慢的资本家连劳动者都不需要了 因为有大量的机器人给资本家服务 那劳动者只能给自己劳动者服务 对吧 大家都很穷 没有外部的资金输入 所以呢 慢慢的劳动者就自生自灭了 这个到极端情况下 就是只能当电池 黑客帝国一样 我觉得你说的 这个呢 就是太极端了 那现在机器人能干的事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体力劳动 对 我觉得就是 体力劳动 这件事 可能是很多 低端的劳动者 唯一能干的事 但是 那就是你要让他们连这个活路都剥夺了 但这个事呢 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低端的这个事 他永远都有低端被替代的这种风险 在每个行业里都有低端 我觉得不能用高度和低端来区分这件事情吧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之前举的例子 说比如说你代码写的不好的人 是不是也会被替代 对吧 因为这个行业对 对你的 对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 叫你的代码程度都要求更高的话 你这个代码程度不高的人 是不是也会被 怎么说 被淘汰掉 那你说这跟机器人有关系吗 没有啊 嗯 这就不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不是 你说的是某一个行业里边做的好的和做的不好的 对 我说的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或者是说简单体力劳动 那也有简单脑力劳动吧 你不管怎么简单脑力劳动 他就是没法替代 那肯定都是 那不是 你比如说 咱们现在说的出的 你给他一段话 就可以去画一个 或者画一个 或者制作一个视频出来的 现在看他是不是算是个简单的脑力劳动了 就跟我今天在区里发的那个图一样 眼前说我可以用这个 再去帮你做精修 那你那些找到一个事干 把它当工具了 对吧 而不是被的替代 但是那件事还是有门槛的 那肯定的 就是那件事仍然需要人的驱动 比如你比如说怎么能把那个话写的好 然后能够在生成的N多图片里边 或者是必须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在上面再去做精修 对吧 对 那像他也在 他也在升级啊 如果你要是指望说一个人 说比如从他 咱们就说他 他哪怕他大学毕业 对吧 然后从他大学毕业到他 假设他在社会上能够活 活是 怎么说工作40年 他就一年的经验 用40年 那就是迟到会被淘汰了 对吗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当这个生产力极大丰富的情况下 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高福利社会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 就是躺平领工资了 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没有别的解决方案了 这就是像我之前录的那期节目 就是每月发你5万块 你会怎么样 现在有些国家不是也在做实验吗 也做这件事情 就是有些人就自然而然的 因为生产力极度发达了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就不需要他们 他们去躺平享受这个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就可以了 但这个事的 我觉得 它有个隐忧 与你很难保障 你的生产力永远极大丰富 这个是 对 对吧 那一旦不能极大丰富的时候 有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对 那就是说 其实在某的 你还是要比这些 机器人都能干的事 你就你不能 你的事 如果被那些机器人都能干的 那你一定是会被淘汰了 就你的这个 你的能力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句话呢 说起来没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 你的你每天的谋生手段就是搬砖 那肯定会被淘汰 但如果这个放在一个整个社会上来讲 这个这句话是有点太残酷 因为确实因为教育水平之类的 就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国家的福利机制去兜底的事情了 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咱们就别搞这件事情了 就研发机器人了 因为那些人会失业 这也不对啊 这个事啊 我就这个事 我觉得咱有点脱离这个机器人了 但我自己自己觉得啊 咱还呢 刚才说那个在高速公众上收费的这些人 来去举例子 可能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一个结果 但你想想 他从收费 他干了十年二十年 他自己不想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吗 他自己都不想 都不去有所谓的一个准备 那他被淘汰的时候 他所谓的那个 怎么说 悲惨的样子 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一句老话可以说的 哎呀 这个是个社会学问题 这个不是科技人都要聊的事 回头让袁汤聊吧 那我们再反来说 你是被人替代 可是被继承这个替代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终究你被替代掉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 咱再聊多了 节目又没了 这个后边还 还可以再接上咱们现在的人口 和生育政策 对 别接了 别接了 我们可以猜猜 这个政策制定者背后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他才会出来这个政策 对 这个就别聊了 我们还是聊聊 为什么科技公司都想做个机器人吧 你看除了特斯拉 小米也做了条狗 对吧 其他的公司 那天我也看到 国内有很多机器人的公司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以前咱可能用互联网 用IT技术 替代了很多脑力老冻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用这些东西 替代一部分的体力老冻 我觉得整体 如果把机器人 看作一个行业的话 这个行业的目标 肯定是这样 对 但是如果具体来到 某一家公司来看 现在这个阶段 我不是特别看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PR行为 一个是PR 一个是融资 那就还是PR 对吧 无非是PR的对象不同 到底是公众 还是投资人的问题 对 我当时其实小米 刚出那个狗的时候 我还想去搞一个 但后来没中 所以我就没想 但我看好像 也没有太大的水花 也没有很多人去绣 所以这是 我估计这事就是 怎么说 已经翻篇了 对 他就是绣了一下 且看吧 我倒觉得 我对这个事紧深了 而且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 这个事情 能够给社会的发展 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而不会有人去点这个技能数据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事一定会有人干了 对 这不以我们每个人 对社会的美好期望的意志 为转移的 现在你想 这事他其实是一个 有个正面作用 是说 大家希望能用它 去替代一些简单劳动 但缺点是说 会让一些所谓的低端人 失去了他的 怎么说 他的生活保障 但是没有一个事 而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我同意 行吧 我觉得机器人话题 再聊 就是变成一个社会话题 而不是一个科技话题了 所以我们觉得 今天把问题 留给我们听友吧 大家觉得 怎么自己 怎么看机器人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 继续来给我们留言 然后看看大家的想法 是吧 好 行 我们的这期 关于机器人的乱顿 乱顿机器人 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科技乱顿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有社群